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斯外长拉夫罗夫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美国国家公墓献花圈 北京同时接待美俄高层 什么意图 美中撞击23年后 冲突风险恐怕更高了 毛泽东后代记组 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更多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陆阳 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 陆阳 好的宇宙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尼特‧耶伦 结束对中国的访问 并警告 任何支持俄罗斯清乌战争的 中国银行和公司 都将面临严重后果的一天之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期二 4月9日 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 俄罗斯外交部长 西尔盖‧拉夫罗夫 据路透社报道 克里姆宁公发言人 泰斯科夫 星期二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计划举行会面 但是他没有公布普京可能访问北京的时间表 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约翰‧阿奎利诺 4月9日说 中国正试图在南中国海借助武力 推进其主权声索 他说中方的这些行为是危险的非法的 破坏了地区稳定 中方有关九段线或十段线范围内 都属于其主权领海的非法主张 缺乏国际法依据 阿奎利诺是在澳大利亚智库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演讲时说的这番话 英国外交大臣戴维‧卡梅伦 定于4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动美方向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 卡梅伦在访问期间 还将与美国国会领导人举行会谈 其中包括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后者反对推进一项为乌克兰军方提供600亿美元援助的安全法案 正在美国访问的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4月9日前往位于首都华盛顿近郊的阿灵顿国家公墓竞线花圈 安田文雄一天前抵达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这是日本在任首相时隔9年再次以国宾身份访美 两国防务关系预计在此次访问中升级 土耳其星期二宣布 将对以色列实施范围广泛的贸易限制 直到以色列宣布在加沙停火 此前一天 以色列阻止了土耳其向加沙空投援助的请求 多个国家已经对加沙进行了空投援助 试图解决人道主义组织所说的缺乏足够陆路通道 运送急需救援物资的问题 以色列外长卡茨承诺将对土耳其采取相应措施 称 以色列不会对暴力和勒索作出回应 卡茨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正在牺牲土耳其人民的经济利益 以支持加沙的哈马斯凶手 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台湾海军司令唐华4月8日在华盛顿近郊马里兰州 参加了美国海军联谊会举办的海空天2024年会议 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关于解放军对台湾的施压 这种活动是不是跟美方会谈到这方面呢? 台湾怎么样去应对? 我想这是一个全球的趋势 他们刚刚不是特别谈到所谓的 rule 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我想解放军对台湾的问题 其实不只是对台湾 它可能不管是在东海、在南海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它不是沾门针对台湾的问题 我想它们有更大的格局 那当然会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最后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宣布 生活在政府机构所在的国家公园地的19只猫 为活着的固定资产 阿德里亚纳卡斯蒂罗·罗曼 是国家公与文化保护协会负责人 我认为这些猫咪已经成为国家公的象征 我无法理解没有这些猫咪的国家公 正如我们无法理解没有它们的世界 固定资产通常指建筑物或家具等 这些猫咪成为活着的固定资产意味着 墨西哥财政部有责任终身照顾他们 宇州 好 感谢鲁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日非峰会 联盟关系是否将更上一层楼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拜登本星期将在白宫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 菲迪南德马克思举行三方首脑会晤 在印太安全局势不断加剧之际 预计这一历史性的峰会将进一步提升 三国之间的安全联盟关系 下面我们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记者 孙城的报道 张伟 好的宇州 首次举行的美日非领导人峰会将涉及 诸多安全和经济议题 如联合巡逻、美日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乃至台海安全和关键产业供应链合作等等 其中三国安全联盟的升级 预计成为本次峰会的核心议题 几个星期来 中国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对峙 似乎大有升级之势 菲律宾代理外交副部长汉斯·西里班 上星期五暗示 尽管峰会不会针对任何一个国家 但三方领导人可能会针对南中国海局势 提出一份关于外交关系的联合愿景声明 在本次峰会期间 拜登总统还将分别于日本和菲律宾领导人 举行双边首脑会晤 在美日关系方面 美国将以国賓礼仪正式欢迎首相岸田文雄访美 期间岸田文雄还将在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 此外 目前美日之间没有类似美韩之间那样的联合指挥系统 但日本共同社星期一报道说 日本方面希望双方能就驻日美军的指挥统治达成共识 传统基金会国防预算政策顾问威尔逊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样的意义不仅仅是美国正在与日本合作 美国正在与菲律宾合作 而是我们三国都在一起合作 而且日本人和菲律宾人也在加深彼此的一体化 中国的国际影响率迅速上升 从联合国到类似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地区性的组织 被认为越来越多的为中国所左右 随着多边体系在美国看来已经无法胜任 维护全球和地区和平的使命 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到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美国开始越来越依靠微边体系作为印太安全结构的支撑 微边体系打破了传统的单边、双边和多边的三种模式 扩大和深化了美国与盟国间的安全构架 美国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东南亚研究主任唐纳德·艾莫生说 微边机制有着其独特的优势 当你有一个微边机制时 加入它的三个或四个或五个国家的动机是 他们真正想要参与到其中 这些国家之间已经建立了信任 微边机制的优势在于它有根基 参与的几个国家有真正的共同基础 因此它更加稳固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援引国际问题专家的话报道说 此次美日非峰会结束后 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小三边机制 即便这个小三边机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 也会在安全防务、经济产业链 以及供应链方面加快合作 企图在对华战略竞争之中 使得美国处于优势为之 宇州 好 谢谢张伟 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诚的报道 美日非峰会 联盟关系是否将全面升级 接下来我们关注 美中撞击23周年之后 擦枪走火风险恐怕更高了 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 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 我们寻求事实真相 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 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 我们的梦想 希望 和期盘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 在美国之音 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 是人们冒险去观约的 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并办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4月1日是2001年 南中国海上空美中撞击事件 23周年 中国不少人发文纪念在事件中 坠机殉职的中国飞行员王伟 有分析称 电源态势紧绷之际 中方持续宣扬爱国主义 恐怕更容易激发 第一线军官的英雄主义心态 升高风险 下面请陆阳 分享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 林乃娟的报道 陆阳 好的宇宙 林乃娟的报道 首先回忆了 23年前的撞击事件 2001年4月1日 一架中国歼8II战机 在拦截美军 EP-3E侦察机的过程中 发生意外擦撞 导致美机受损 迫降海南岛 中国飞行员王伟 跳伞失踪 被认定为殉职 这起事件 美方指控是因 王伟逼近驱离的动作 危险又不专业而引起 中方则将它奉为英雄人物 美与美中关系紧张之际 纪念王伟的活动 就会更显得高调 今年也不例外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从3月末开始 中国多地陆续举办 中美南海撞击23周年纪念活动 在浙江杭州的王伟墓前 有人献花 也有人摆放中国新式战机的模型 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在微博发文赞扬王伟 用他的生命代价重描了中国的红线 对美方抵禁侦查的霸权惯性 实施了义无反顾的对冲 对此在台北的淡江大学 整合战略与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员 杨太元对美国之音说 王伟事件发生以后 中共也希望借这个事件来 促使他军队的一个仇外心态吧 变成是一个神话 对人民来讲 基本上就形成一种爱国主义 那对军队来讲 就可能就会造成很多那种 想要去当劣势当英雄 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那种心理 另一方面 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 副研究员接纵认为 中国自1949年建政以来 对周边环境就有强烈的不安全感 在传统疆界之外 还要求很大的缓冲空间 因此 中国基建在争议地区的行为 常年被中国媒体形塑成 捍卫祖国的英雄 接中告诉美国之音 缓冲区的前缘 其实就是防线的前缘 但若有其他的国家 要尝试进入这个缓冲区 那中共的海空军 就会尽一切的努力 乃至于若有人牺牲 他在捍卫祖国空域 或者海域的过程中 用自己的生命去阻挡这个帝国主义的入侵 林乃俊的报道说 在台北的国防院 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指出 回头来看 23年前的美中撞击事件 像是一场预告 随着中国周边区域性的侵略性增强 未来类似冲突将越来越多 许志祥告诉美国之音 大量的这种冲突 就是比方说船在水面上的 或者是空中的 类似的冲突 但是不是真的开战的情况 在南海会一定是指挪不少 因为毕竟中国在这几年 本来就一直采取比较侵略式的作为 三一必须是双向 当然它会螺旋升级 传方越来越加 即便是要克制 你也会必须要去寻求说 双方都能够愿意克制 宇宙 好 谢谢陆阳 分享美国之音助台北特约记者 林乃俊的报道 美中撞击23周年之后 擦枪走火风险恐怕更高了 接下来 时事大家谈精彩点评 耶伦没走 拉夫罗夫受邀访问北京 意图何在 请你不要走开 马修是位生活在成都的男同性面 我印象中90年代末的时候 成都就已经有了同志酒吧 同志浴室 我自己觉得它是一个 比较稀疏平常 但可能比如说 他放在中国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好像就是新奇的特别的 他也是一位关注 性少数群体平权的社会工作者 因为你很容易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各个角落里面 找到自己的同类 最多的时候 我们成都有18个19个LGBTQ的组织 可以坐在一起开会 疫情发生后 情况越来越糟糕 那到2022年之后 就变得不一样了 只要发生一个跟同志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他都会来找你 给你聊天 给你喝茶 然后给你制造压力 或者是制造一些恐慌 重重压力之下的马修 何取何从 欢迎收听玉扬电话第二季 少数派 我是吴扬 美国之一时事经纬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在美国财长耶伦 访问中国期间抵达北京 并且在星期二 与中共外长王毅会面 与此同时 美方高层最近连番提出警告 北京如果援助俄罗斯 将面临严重后果 那么北京此时与拉夫罗夫 如此密切互动 意图何在 请听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 樊东宁 采访美国埃德菲大学教授 王维正博士 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 兼职助理教授 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片段 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 你怎么看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却在一轮还没有离开中国之前 就受外长王毅之邀 到了北京访问 还和王毅来举行会谈 你怎么分析这奇怪的时间点呢 请教赖小刚博士 我想各方都是在美国大选前 为了美国大选的结果 而之后要出现新情况 而抢占先手 都在进行双重外交 在美国大选结束前的日子里 都在尽量在对手的阵理营里面 打入歇着 最先采取行动的是俄罗斯 普京在今年二月份 与那位美国记者 叫卡尔顺的美国记者的谈话 普京是在向美国和西方国家 释放妥协的信号 是在提示西方国家 西方真正的敌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不是俄罗斯 这种做法呢 在外交历史上 司空见快 尤其在沙俄和苏联的外交史上 特别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与以往不一样的是呢 在中俄两国的历史上面 俄罗斯是在第一次 要仰仗中国的鼻戏来生存 那么耶伦的访问 就是访问北京 事关北京元俄的意志和能力 而普京呢 又要出访北京 莫斯科自然要极限地想了解 耶伦访问的情况和北京的态度 了解情况 就是拉夫罗夫访问北京的首要任务 那么北京完全可以让拉夫罗夫 在耶伦走了几后几天再让他来 那么北京让耶伦还没有走 就让拉夫罗夫大张旗鼓这么来了 这说明了北京要表明 中俄牢固的关系 再表明姿态 那我就顺着这个请教 这个王维正教授怎么看 导致是不是要用中俄两国之间 无上线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来对抗日益升级的美日安保 这个礼拜在华盛顿北京都相当的热闹 那这个显然都就是说 在地缘政治上的话 有一番这个较劲和磨合的过程 我相信这一次这个财政部长 叶伦去访问北京的话 一定是这个亲自得到拜登总统的这个口谕 这一次叶伦去的语调 跟他第一次去的话就很不一样 第一次去的话他曾经受到人家批评 就是说他的态度过于的 对 合力风扇鞠躬 对 然后这一次的话放狠话 那我相信这个 我相信这个俄罗斯这个外长 他要访问北京的话 可能是有安排一段时间了 这个礼拜的话 几乎天天都有这个地缘大事发生 北京的话之所以要把这个 允许这个俄罗斯外长 在叶伦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去的话 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摆谱的味道 告诉美国的话他很不高兴 因为这次叶伦带来的这个讯息 可能比较坚定比较强硬一点 也跟美国讲说这个 你不要逼得太紧 我不是没有朋友 那美国的话很可能知道说 在这个俄乌战事已经进入 第三年的这个情形之下 还要寄望说北京对这个俄罗斯 加以什么样的约束的话 不太可能 华盛顿很可能只希望北京说 做一个束手不拐 一个中立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战事是所以能够 在一直打下去 而且现在看起来 对俄罗斯比较有利的话 北京在后面那个角色 是没有办法排除的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 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 樊东宁 采访王维正博士 和赖小刚博士的精彩点评 耶伦没走 拉夫罗夫受邀访问北京 意图何在 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共拉马英九抗衡西方 力道够不够 请你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 4月8号正在北京访问 多家媒体报道 他将于星期三 也就是4月10号 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 习马二会是马英九 此行的重头戏 但是台湾国安人士分析 中共在面临国际困局 和台湾民进党新政府 即将就任之际 邀约马英九 恐怕是把它视为统战工具 下面请张伟来介绍 美国之音记者 庄志伟的报道 张伟 好的 宇州 庄志伟的报道说 从广东深圳到陕西西安 再到北京 马英九一行被安排了 密集的企业与文化参访行程 星期一 马英九在北京参访卢沟桥 抗战纪念馆 并会晤北京市的领导 有媒体报道说 马席二会的地点 预计选在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 而非先前中共领导人 接待台湾访客 惯用的福建厅 这个地点选择也很微妙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中方要借用马英九露面 再次强化统一台湾 一国两制的概念 2015年马席会议来 民进党政府 已经三度在台湾大选中赢得执政 今年总统大选前夕 马英九接受德国之声专访 语出惊人的说 就两岸关系而言 台湾应该更相信习近平 引发轩然大波 就连国民党的选前置业 也没有邀请他出席 台北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 兼职教授李友谭 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 中方同时希望借由马英九此行 向国际社会表达两岸同属一中的感觉 而马英九选前的信任习近平之说 为他赢得了中方的人同 马英九讲出一句话 他信任习近平 以中共来讲他是满足组织的需要 跟习近平汇报的时候 他们很高兴就安排他要跟习近平见面 去年他还没有想要见他 因为他们知道马英九没有那么重要 当他今年选举这样做的时候 中共国台湾系统统战系统 觉得农心大悦 这么嘲弄啊 就是集权专制运作逻辑 李友谈认为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 马英九远道而来 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华民族发表认同感言 可以配合中共演出 成为对内宣传的题材 至于台湾人怎么想 恐怕并非是中方关切的重点 正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学习的 时事评论人士郭宝胜警告说 马英九访中仍有可能让国际人士误判两岸关系 他说 西方智库的部分学者仍以善意看待中国 希望两岸保持交流 甚至为了让中共安心 还曾建议民进党删除台独党纲 郭宝胜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之库里有一些人他们希望保持台湾的和平 维持现状 然后希望台湾多跟中国大陆保持交流 沟通 他们是凭战意识 只是看到了表面 他们不懂得中共这个战略轨迹是非常深的 不会放弃统一台湾 而且合同和武统肯定会结合起来 所以说这次习近平跟马英九到底谈什么 尤其他们秘密的谈的一些东西 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宇宙 好 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 驻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中共拉马英九抗衡西方力道够不够 马上回来 节目最后我们将关注美国热搜 毛孙记组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 请你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 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积来 追踪政治动向 体验真实生活 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 现在就下载VOA Plus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最后 清明节刚刚过去 中共第一代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一家 也前往祖籍湖南韶山祭祖 下面请听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 齐啸天的报道 清明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日子 而今年的清明节 有两件事透露出浓浓的政治意味 第一是中共当局未雨筹谋 提前发力 安排警力阻止民众为李克强献花 第二就是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带领全家来到韶山祭奠毛泽东 先让我们看看 毛新宇在毛泽东的塑像前说了些什么 推着网友评论 很疑惑 毛泽东在天安门亮着 毛新宇却带着大队人马跑到韶山祭扫 这么多人没告诉他跑错地方了吗 中国的小学课本中有一篇课文说 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为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后 井旁就立了一块碑 上面写着 吃水不忘挖井人 时刻想念毛主席 毛新宇用这个梗来招式自己太子党中的政宗 而毛泽东的崇孙 毛冬冬的记组文则透露着别样的政治信息 我也成为了人民军队的议员 在这里 我一定会成为习近平主席的好战士 英勇奋斗 坚强战斗 在学习训练中 有了更多数的成绩 党和人民召唤我 我义不容辞 我愿意到最坚实的地方去 去保卫我们的国家 保卫我们的人民 长江加风 继续成心 曾几何时 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是全国人民向毛泽东表忠心的金句 而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和地点 从毛泽东的重孙 黄太孙毛冬冬的口中 非常正式地说出来 可能里面有着特殊的政治含义 尽管习近平在文革中 受到了一些苦难 而且据认为也很恨毛泽东 但他还是公开推崇毛泽东 他学到的也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 习近平利用自己红二代 太子党的身份上台 在攫取了权力成为一尊后 开始清理权力系统中的太子党 在这样的政治逻辑下 看毛泽东的重孙毛冬冬 要做习主席的好战士 这样的表忠心 似乎可以做到逻辑自洽 起心的观众应该可以注意到 毛冬冬的话显然是在背稿子 中间还打磕巴 作为太子党中最正宗的黄太孙 都沉浮于习近平 其他非提出的太子党们 还不沉浮表忠心 更待何时 这也许是毛新宇一家回韶山祭祖的深层政治含义 庆封二年 毛冬冬在邵山毛泽东同向前宣布 俯首称臣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 他作为红四代 作为太子党中的太子党 承重宣誓 此后再无太子党 只有习天下 听众朋友 以上是美国之音 美国热搜节目主持人齐晓天的报道 毛孙记组为何向习近平表忠心 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 请登陆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 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陆阳 导播张伟 我是宇舟 感谢各位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